乌克兰总统炮工北约软弱 拒绝设立禁飞区害了乌克兰 布林肯和王毅通话警告中共别书写给俄罗斯 怕遭威胁波兰将扩军一倍成为北约最强陆军 剑指中共英国禁止从种族灭绝国家采购医疗用品 日乌首脑会谈 日本将联合他国向中共施压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5号星期六 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乌克兰为了防止俄罗斯持续空袭 要求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本月4号 美国和北约都拒绝了乌克兰的要求 不愿意在乌克兰重要区域设立禁飞区 此事引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强烈不满 痛使北约这个西方军事联盟 明知俄罗斯可能会做出进一步侵略 对乌克兰空袭造成伤亡 但却不愿意关闭乌克兰的领空 泽连斯基更炮轰北约 说北约在关键时刻显得如此软弱 这等于为俄军进一步轰炸乌克兰亮绿灯 那些丧命的乌克兰人将因软弱而死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号拒绝了乌克兰的要求 并警告说 在乌克兰划设禁飞区 可能会让欧洲和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全面开战 他说 执行禁飞区的唯一方式 就是北约派出战机进入乌克兰领空 并且击落俄罗斯战机 此外 乌克兰划设禁飞区 也和美国总统拜登的政策不符 美国媒体说 拜登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跟俄罗斯开战 因此 他们将持续和盟国合作 增强乌克兰自保的能力 对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表示 如果设立禁航区 恐怕将导致欧洲的全面战争 同时 欧洲理事会也持同样的立场 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将导致战事升级 甚至引发国际战争 对此 泽连斯基对北约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 他痛使北约近日召开的会议显得软弱又混乱 此举更加表明 不是每个人都把争取自由视为欧洲共同的首要目标 他说 北约这种做法为轰炸乌克兰城镇开了绿灯 但这本来是可以通过设立禁飞区而避免的 他甚至激动地炮轰北约成员国家说 从今天开始 所有死去的乌克兰人 都是因为软弱以及不团结而死的 泽连斯基还批评北约的所谓设立禁航区会引发全面战争的说法 只是北约创造的说辞 他说 这是对软弱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自我催眠 尽管他们拥有的武器比乌克兰强很多倍 俄乌战火持续燃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5号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 布林肯意犹所指的说 全球都在关注哪些国家支持自由、自觉和主权基本原则 并强调 全球正在齐心协力 兼具和回应俄罗斯的侵略 确保莫斯科付出高昂代价 暗示中共别书写给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5号发出声明指出 布林肯和王毅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预谋 无端而且无理的战争进行对话 与此同时 中共外交部也证实 王毅和布林肯通了电话 王毅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 关注北约持续东扩对俄罗斯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 中共一直不愿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并指责欧美国家的对俄制裁 指责美国渲染战争威胁 加剧了俄乌紧张局势 外界注意到 自从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之后 中共一直试图刻意保持距离 不愿加入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援助 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 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提案 也都投下弃权票 对此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近日在接受MSNBC采访时 敦促北京当局 应该公开谴责这种战争行为 菩萨基说 这不是旁观的时候 现在是发声并谴责普京的行为 和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 中共领导层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审视他们自己 真正评估他们打算站在哪里 俄乌开战 这让临近的周边国家相当紧张 北约成员国波兰近日宣布 要修改法律调高明年的军费 并扩大军事规模来加强防御能力 届时 波兰陆军人数将从143,500人 扩增到30万人 据路透社报道 波兰政府在当地时间3号表示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首都华沙的防御能力上 预计把明年的军费 从去年10月提案的GDP2.5%调高到3% 并视情况再调高 波兰国会去年10月提出一项法案 名为保卫祖国法案 计划从2024年起 把军费支出增加到GDP的2.5% 报道指出 如果修法顺利通过 波兰陆军将从143,500人扩增到30万人 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指出 我们需要这样一支波兰军队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这将成为北约最强的陆军 报道中还提到 波兰打算从波兰央行和其他银行的债券或利息等方面筹资 由于欧盟规定财政预算不能超之3% 因此 波兰正在和欧盟商谈 不要把军费算进预算赤字 自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后 作为最先爆发地的中国 反借疫情大量出口防疫物资 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英国国会上议院本月3号通过了一项修订法案 要求英国国民保健署在采购医疗用品和服务时 应该排除存在种族灭绝情况的国家 虽然这项法案的条款没有直接点名中共当局 但提案议员在国会发言时 都直指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问题 鉴止中共的意味浓厚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目前英国上议院正在审议健康和保健法案 多名上议员 包括布伦卡斯拉勋爵 肯尼迪南爵夫人 史密斯南爵夫人 和奥尔顿勋爵提出修订案 要求内政大臣必须制定政策 确保英国的医疗用品和服务采购 符合英国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下的义务 就是不得从存在严重种族灭绝风险的国家进行采购 提出修订案的奥尔顿勋爵 在国会发言时说 英国的广泛民意 支持政府不要从存在种族灭绝问题的国家购买医疗设备 奥尔顿勋爵说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将支持阻止政府从存在严重种族灭绝风险的地区 为国民保健署采购医疗设备 因此 这项跨党派修正案的要求 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 上议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确保我们的国民保健署不参与强迫劳动 虽然修订案的内文没有明确点名中共政府 但提出修订案的上议员 都在发言中直指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问题 此外 奥尔顿勋爵引述英国政府的数据指出 英国政府自疫情以来 一共采购了369亿件个人防护装备 当中有241亿件来自中国 也就是超过65% 另外 英国政府又从中国购买了10亿支快速测试剂 连同个人防护装备 一共花费了48亿英镑 英国每日电讯报去年曾经披露 英国政府曾向被美国指控和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企业 购买了价值1.5亿英镑的个人防护装备 提出修订的议员要求英国政府采取行动 阻止参与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罪行的罪犯 继续赚取英国纳税人的金钱 停止助纣违虐 他们同时呼吁英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增加英国本土医疗用品的供应 减少对外依赖 目前修订案最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下一步将交往下议院继续审议 对此英国维吾尔活动家 组织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行动的执行董事 马西马马赫木特 一直致力于推动修订案 他形容修订案在英国上议院获得通过 是维吾尔族群的巨大胜利 他们将继续努力推动修订案在下一院通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 也欢迎英国议会的决议 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英国上议院此举向中共当局释放了明确的信号 绝不容忍种族灭绝的极端政策 继续在文明社会存在 蒂利夏提说 从中国进口任何产品或产业链 都是在默认和纵容中共政府所推行的种族灭绝 中共又恰恰利用产业链和提供产品 企图分化国际社会 掩盖他所推行的种族灭绝 蒂利夏提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因为俄乌局势 而忽视中国对维吾尔民族的迫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时间4号下午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会谈 岸田首相在电话会谈时表示 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受到威胁风险 他感到震惊和愤慨 泽连斯基总统则对现场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岸田文雄说 日本经历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他还指出 重要的是要确保核电站的安全运行 包括消防部门的进入 并立即停止对核电站的所有战斗活动 而日本在国际上也将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岸田文雄还说 有意继续和机器的主要大国合作 支持面临困难的乌克兰人民 并对俄罗斯实施最大限度的制裁 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感谢 此外 应乌克兰政府的要求 日本表示提供自卫队所拥有的防弹背心 头盔 防寒服 卫生材料 应急食品等物资 并希望这些物资能尽快送到乌克兰 泽连斯基则对日本的贡献表示再次感谢 另据报道 本月4号召开的机器外长会议 呼吁俄罗斯立即停火 并发表了一份非常严厉的联合声明 要追究战争犯罪的责任 日本外相林芳正也在线出席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联合声明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普通民众的袭击 并立即撤退 如果不予回应 将继续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与此同时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4号下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 为了守护国际秩序的根基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坚决应对十分重要 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 将同相关国家合作 并呼吁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据共同社报道说 基于中共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弃权 展现亲俄姿态 日本政府认为 有必要呼吁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应对俄罗斯 岸田文雄强调 不允许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 说在东亚安全环境严峻程度骤增的情况下 从日本外交安全的角度出发 坚守这一原则也十分重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